好兄弟们就在刚刚中国南篮公布了2025南篮亚洲杯预选赛第一创口气的14人大名单 最终麒麟和赵家义无缘本次压抑赛 下面谈一下我对14人大名单的看法 首先麒麟落选真的太可惜了 本赛季在CB前两阶段在新疆队麒麟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无奈在国家队遭遇膝盖伤病的困扰 只能说太可惜 另外赵家义的落选我还是比较意外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个人能力不比都人望差 而且不占球权场上敢玩命 有人说赵家义的身体不如都人望 我想说都人望就算有身体 但是基本上还是被移不过 他有防守吗 反正兄弟们这个14人大名单 富豪和都人望都入选我还是挺意外的 富豪是积极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在昨天晚上的热身赛中 中国南篮集园队虽然战胜了青岛 但是篮板球比青岛队少抢了7个 而昨天晚上富豪的表现 两分零篮板一助攻零抢断 说实话这不是针对富豪 而是打国家队 富豪可能真的不行 另外兄弟们 李延哲他不香吗 而且我觉得王志林入选都比富豪要管用的多 最后谈谈徐杰的入选 说实话 14人大名单最终报名12人 我也猜到了 因为徐杰可能打日本队 乔尔杰威奇 让他去盯防日本队的小后卫 这个还可以说得过去 最后说一下 打小日本和蒙古队的期待吧 我挺期待小将杨汉森 王瑞泽 廖三景的发挥 毕竟这是小将第一次陆选国家队 另外兄弟们 胡金秋和阿波杜沙拉木 也挺让人期待的 反正兄弟们 这次14人大名单就在这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矮子里面 乔将军 短中取长啊 反正不管怎么着 都是我们自己的球队 目前中国南篮的集军队 已经出发西安 还是希望中国南篮兄弟们 欺开得胜 加油王瑞泽 加油杨汉森 加油中国南篮 滚 加油 加油 煩 加油 加油 ogóle